本周旅逊关键词取消检测 美国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取消入境前新冠检测要求 从6月12日起,国际旅客在登机飞往美国前 不再需要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放宽对入境旅客的防疫管制措施后 美国的国际旅游需求有所增加 72小时内,国际旅游相关搜索超过了240万次 其中大约150万次的搜索是从美国飞往欧洲 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岸等目的地 美国也启动了旅游复苏5年计划 每年计划吸引9000万名游客 只在尽快挽回新冠疫情给美国旅游业造成的数十亿美元损失 日本重新允许外国游客入境 这是日本时隔大约2年重新接纳以观光为目的的外国游客 游客需来自日本认定的感染风险较低的98个国家和地区 且仅限由导游同行的旅游团 无论是否接种新冠疫苗 游客入境时均免除检测和居家隔离 韩国全面解除入境隔离限制 所有入境人员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不分国籍一律免除隔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